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最幸的大家千呼万叛的西边联赛呢终于是开始了节目战 那么这一次的节目战呢我们看到辽宁队呢对战广萨队是赢了一场巅峰对决 本身大家很清楚辽宁队呢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而广萨队呢是上个赛季的亚军 他们在上个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进行对战 那么这一次呢又在首天的比赛当中再次交战的话 整体谁能够下到最后呢无疑是备受大家的关注 最终我们看到呢尽管广萨队一度取得领先 但是最终辽宁队还是拒绝逆转 也是打败了广萨队呢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最终拿下了首场胜利 我们回顾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于辽宁队来说 这一次虽然说呢拿下首胜 但是实际上在比赛场上发生的一些故意撞人伤人事件呢 可以说让他们的球队也确实是难以释怀 包括很多球迷呢也一直在吐槽 尤其是广萨队啊之前一直被称为恶人的许忠豪呢 在这一次也是多次犯规引起了众怒 所以接下来呢想和各位球迷来具体分享一下 这一次许忠豪到底做出了哪一些过分的行为 以及接下来呢我们建议CBA这边对他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处罚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上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许忠豪 关注辽宁队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相信各位球迷应该还记得在上个赛季啊 许忠豪呢连续伤到了北控宜上海多个大将 那么也可以说呢让很多球员甚至因此呢休息了非常长一段时间 对整个球队的实力呢也是大大的遭到打击 所以本身许忠豪在上个赛季出名之后啊 到了本赛季呢很多球迷也都担心呢 他有可能再次出手伤人 没有想到啊越担心这个事情呢越是发生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和辽宁队对战的两场比赛呢许忠豪到底都做了哪一些非常过分的一个行为 在上半场结束还有前三秒呢我们看到辽宁队的外援福哥在韩德军那个掩护之下呢也是往里突破 那么这个时候呢补防过来的许忠豪呢他没有说站在那里用一个正常的防守动作 而是直接冲上前呢用他的肩膀呢直接是撞翻了福哥 那么这个动作啊其实我们看到包括解说洋溢来看了也就觉得非常的离谱 而裁判最终呢只是吹了一个普通的犯规 甚至连委体犯规呢都没有啊去啊吹发 所以其实啊裁判这样的一个吹发呢也让很多球迷包括业内人士呢都看不懂 也正是因为裁判这样的一个稍稍做呢那么导致许忠豪在整个比赛当中啊是越发的猖狂 就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在另外一个时刻当中呢 郭爱伦持球突破准备一条龙上篮的时候啊在后场呢却被许忠豪这边呢硬是顶上膝盖一直多次残药 想要去碰瓷啊这个郭爱伦 那么郭爱伦这边呢是甩开他之后呢他自己还要假装呢好像是要摔倒的一个样子 所以说实在许忠豪呢这样的一个动作细节呢也让很多球迷觉得非常的寒心 本身呢他自己用的这种暴力的动作就已经非常的不应该 结果呢自己啊被对方甩开之后还想碰瓷一把啊引诱这个裁判呢缺乏对方的球员进行处罚 那么这种行为说实在是一点都不光明光明磊落而且是相当过分的 所以说实在的其实针对许忠豪这个三番五次去伤人也好或者说去故意阻挠 啊试图犯规也好呢这种行为真的应该进行一个严惩和重罚 而不应该只是一个简单的普通犯规 否则可能接下来呢就会像上个赛季一样的许忠豪是越发的猖狂甚至出手呢重伤对方的球员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方面呢有可能会导致整个西杯爆发更加严重的群殴冲突 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国家队的一个成员这不是我们呢所希望看到的一个情景 所以希望啊我们蓝鞋也好或者说西杯联盟也好呢 这种球员一定呢要严禁他的一个行为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 拜拜